6月1号起6都开设7个儿童疫苗大型接种站 不过年日来却引爆了中央跟地方的沟通之乱 台北市长柯文哲呛说根本是增加地方负担 那么我们记者一早到接种站观察 那么家长是迎面到支持大型接种站开设 因为医院跟全所的疫苗根本就预约不到 真都还没抓进去 小朋友已经放声尖叫哭到满脸通红 家长连忙安抚 全台六都开设7个儿童疫苗大型接种站 可预约也能随到随打 北市中镇纪念堂8点半开打 担心打不到有家长6点就来排队 5点多我们就出发了 因为学校还要在6月15才打 那我想让他们提早有那个防护率 200多位其实光现在为止就已经200多位了 所以你就知道有很多现场的 现场来我们就随到随打 每天的这个可以达到两三千剂是没有问题的 儿童疫苗量能催落起 但先前中央在中镇新念堂社疫苗施打站 不是还遭市长柯文哲批评白痴政策 家长似乎不这么认为 我们是新北市三重过来的太多状况了 打了三四十通都没有办法 真的是费尽心思啦 那一得到这个消息就今天特地请假赶快过来 我觉得还不错啊还不错 而且就是每一站都有人带领我们到下一站 就蛮贴心的而且他们对小朋友都很友善 一面倒都很满意大型接种站 台中科博馆接种站这头 还有新北家长特地带小朋友跨区接种 在诊所找不到疫苗 对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们也是到处预约啦 最后才在这边找到疫苗 千里迢迢打疫苗 家长气得破口大骂 儿童疫苗大型接种站开设首日 不见诊所医院抽单潮 反倒给了约不到疫苗的家长小朋友 另一个快速选择 欢迎讯红世成 蔡宇知药品直言台北台中报道 中央在台北开设的 这个中正纪念堂儿童疫苗接种站开打 台北市长柯文哲下午特别改行程 视察学校儿童疫苗接种 互别苗头意味非常浓厚 不满中正纪念堂施打率不如预期 柯文哲说应该要节省医护人力才对 遭到诚实中回击 说要体谅父母爱孩子的心 中央地方再度隔空交火 志工要派多少人 学校大概有30位置之后 派30个志工要用到那么多 吓了好大一跳 听到150个小朋友打BNT疫苗 竟动用30名志工 台北市长柯文哲视察国小学童打疫苗 对人力配置颇有为辞 200个以下大概就是一线 200一线就够了 光是学校接种站就不愿浪费医护人力 更别提中正纪念堂一天能打1500人 一早却只有300人到场施打 打气不如预期 就算家长一片好评 柯文哲嘴巴不留情 射的就射的 没有必要再讲了 不过是这样的 医疗人力要节省使用 我非常知道说医护人员 你叫他做他还是会做 他就是不爽在心里面 去打的人就会觉得有必要 我们都要体谅父母的爱小朋友的心 何必这样呢 就让他做他觉得他很有效率的事就好了 施打站设不设双方隔空互呛 中央更批北市 儿童疫苗施打率仅26.6% 六都垫底才介入协助 事隔一天北市拿图卡回击 那今天再一天 明天再一天 那到最后一天就52.67 我们在打疫苗本来就有按照原来的计划 毕竟我们台湾不是集权国家 小朋友坐来不问青红皂白全部打 我们是要同意书才打 儿童疫苗接种家长各有考量 先打后打要辨明还是中效益 见仁见智 关于新闻蔡玉璇到品区英特报导 疫情北降男生状况明显 包括台中彰化云林等地 已经宣布高中以下再延长远距教学一周 下午高雄和台南屏东也陆续加入了暂停实体课程行列 目前累计超过10个县市都要延长远距教学 到时台北市持续维持6月6号恢复实体上课 从6月6号到6月10号那一样高中国中小学都是停课不停学采取视讯演距教学 那公佑的部分就是停课一周 台中开第一枪宣布再延长实施演距教学 高中以下通通试用而且还有诞书 会不会延延到这个睡觉前 很难讲 毕竟6月1号这一天台中高雄单日确诊再破万例 疫情往南烧趋势明显 家长们也担心家中宝贝笼罩染疫风险 因为它毕竟疫苗还没有打 就是学生来说就是还没有那个没有打得很完整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远距教睡觉 就是放暑假比较好 对小朋友是比较好 但是对双亲家庭真的是蛮困扰的 小朋友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有人照顾 登进延长远距授课的包刮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县市 通通都暂停一周实体课程 而连江县为了避免人潮跨区移动 当午廉价后6月6号到6月10号 国中小线上教学一周 那我们经过考量疫情的状况 所以我们这边再次宣布 高中市延长居家远距教学 那是从6月6号到6月12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的一整周 我们包括学校 公立幼儿园 还有补习班 这些区域基本上疫情仍然是 没有获得舒缓 那有些学生的一个确诊 还是存在 所以为了避免群聚 也让家长安心 那我们都决定 下个礼拜 我们持续暂停实体课程 那么改为线上课程 随着疫情北仗男生 暂停实体课程政策 如今也南北各唱各的调 理论上6月6号全体就恢复上实体上课 但是我们也让 特别在小学阶段 因为这本来就有疫苗防疫价 疫苗价 它可以自主去给家长决定 这样就好了 新北市就像台湾 它就是台湾的缩影 我们有都会区 也有比较风光明媚的偏向地区 我们有一些学校 确诊的个案数是蛮多的 可是有些学校到现在 还是没有确诊个案数 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维持 让学校顺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概念 我们去做所谓的分组教学 所以未来这个礼拜 我们一样授权留学校 依照学校自己的情况 来做一些判断 目前全台湾各级学校 已经累计超过20万名学生确诊 延长远距教学 南北不同调 地方政策滚动调整 家长们只能随机应变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欢迎新闻主播孙宇林 现在只需要180秒 你就能掌握最新国际新闻动态 立刻打开你的Apple Podcast 搜寻欢迎hashtag关键字新闻 并点击右上角加 就能收到第一首国际政经科技 即时新闻 只要我们频道 记得点选五星 以及留言 跟我们互动哦 欢迎关键字新闻podcast 让你一天一hashtag 聊天不lag 欢迎全世界2.0 超高知识含金量 紧扣全球局势变动 提前掌握国际趋势 欢迎看东亚 一流专家在线 挖掘东亚热点立体 全台唯一 中日韩正经分析 看见新东斜 盘点东斜 关键经济指标 研判企业物体策略 探索新南向无限上级 欢迎新闻台 晚间九点战线 开启国际视野 强势登场